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叫做秦 各行各业凡是秦分不带辙 必定有所成就 出人头地 即使是出家和尚 西济沿穴 徜徉于山水之间 堪破红尘 与世无争 他们也自有一番精进的功夫要做 于读经礼拜之外 还要勤行善法 不自放异 且举两个实例 一个是唐开园间的百丈淮海禅师 亲近马祖时得传心印 精勤不休 他制定了百丈清规 他自己赌时奉行 一日不做 一日不时 一面修行 一面劳作 出坡的时候 他功仙领导 一位表率 他到了暮年 仍然照常操作 弟子们于心不忍 偷偷地把他的农作工具藏匿起来 禅师找不到工具 那一天没有工作 但是他那一天也就真的没有吃东西 他的刻苦的精神感动了不少的人 另一个是清初的 以山水画为著名的石西和尚 请看他的字题 西山无尽图 大凡天地生人 以清秦自吃 不可懒惰 若当个懒字 便是懒汉 中无用处 残纳住牛手山房 朝夕焚宋 烧鱼一刻 便登山选生 亦有所得 随彼坐山水束缚或字一段 总之不放闲过 所谓静生动 动必做出一番事业 端叫一个人 立于天地间无愧 若呼呼不知 懒而不觉 何以草木 人而不勤 无以草木 这句话沉痛极了 过宝石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英文叫做vegetate 意为过植物的生活 中外的想法不谋而合 秦的反面是懒 早晨躺在床上睡懒觉 起的床来仍是懒洋洋的 不是整洁 能拖到明天做的事 今天不做 能推给别人做的事 自己不做 不懂的事情不想懂 不会做的事不想学 无意把事情做得更好 无意把成果扩展得更多 单好意乐 四体不勤 念念不忘的 是如何过周末 如何度假期 这是一个标准懒汉的写照 物劳好意 人之常情 就因为这就是人之常情 人才需要鞭策自己 秦能补着 秦能损育 这还是消极的说法 秦的积极意义是要人尽得修业 不但不同于草木 也有益于禽兽 成为名副其实的万物之灵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古语有云 白嫖不好 点赞趁早 得 您受累